唯有西域的暗夜丢体 素来叛道迪京 与倡导天下太平的军奴等派不合 三十年前 前缘大陆夭寿四流 凡人不堪其忧 大陆灵力最高者 慕九州 率重门派平定四方妖兽 并划定结界 守军武一组制 命灵士共同守护百姓 免遭妖兽灾害 此后慕九州远离尘世 前心修行 不料却在悲生成仙杜劫之际 遭逢意外 从此下落 其代表星辰 十二年后 小凤武无意间 识得一枚灵剑 也因此见到了 杜劫失败后 即化为游魂 寄夕于其中的慕九州 您的灵力 是不是特别强大 小姑娘 灵事需要永远谨记 即使有一天 你拥有了能够主宰这片大陆的灵力 也绝不可以拿它来做伤天害理之事 小女愿追随仙长 我总被嘲笑没有父亲 特别想提升灵力 保护我的美人娘亲 我发誓 我一定会用修为做好事的 请您答应我吧 能被你找到龙凤灵界 也算是一番机缘 既然如此 凤舞 以后你就做我的徒儿吧 只是 此事不能让任何人知晓 至此 本就拥有凤凰真写的凤舞 以秘密是从慕九州 修为突飞猛记 成为元都明造一时的天之骄母 却也因其卓越的修行天赋 令旁人埋下了妒忌的种子 啊 本人也没有关系 儿子 我的凤凰真心 左卿云 你居然趁我即将晋升至极 投下如此杀手 天之交女本不该有两个 既然已经有了我 何须有我 你真以为拿了我的凤凰真心 便能灵力大增 别妄想 我自小苦恋修为 一日不敢松心 要不是因为你有凤凰真心 怎么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的头上 只要你对今日之事守口如瓶 答应我此生不再回到原都 并可留你一命 你做梦 既然如此 留下你必成后患 接下来 既然如此 追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凤凰 百鸟之王 我错青鸾才是前缘大陆上唯一的真命凤凰 我这是要死了吗 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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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是谁啊 你醒了凤凰 凤凰是谁 这是哪里啊 这是哪儿啊 看来天意如此 你干嘛 你想干什么 你别乱动 你现在伤树过重修为尽师 为师的凤凰真血只能保你一时平安 若想要重新修炼 必须服下以仙灵果入药炼制的九转回灵丹才可以 你在说什么 凤凰真血 仙灵果 我是你的师父母九州 我知道你并不属于这里 但记住 从现在起 你便是凤凰了 若要弄清楚你究竟是谁 又为何来此的话 就要好好地活下去 记住 无论世间如何作乱 心存善严 莫于恶政 先知修者 众生为你 喂 你不是我师父吗 你把话说清楚啊 我怎么就成了凤凤了 我 怎么哭了 带众人找回凤雾时 这位昔日的天才少女 不仅修为济世 甚至性情大变 记忆全无 无法说出变故 因何而至 最终落得个 被家族流放边境老宅的下场 而凤雾与木九州之间的神秘联系 也再次显现 结界出现裂痕 代表木九州的星光 彻底消失 一个意识灵魂的第二人生 也由此开展